对不少人来说 到日本关系旅游 少不了和奈良路为时互动的行程 奈良路被列为国家天然纪念物 长期受到保护 近期却传出政策恐怕要转弯 因为奈良路越生越多 数量泛滥 当地不时传出有农作物遭到破坏 官方25日严理扩大管理办法 其中就包括修改驱逐 以及人道扑杀范围相关标准 根据朝日新闻报道 奈良公园周遭是禁止宰杀的保护区 10公里外设置管理区 每年允许扑杀最多180只鹿 两者交界的缓冲地区只能活捉 但目前官方有意 未来将缓冲区也纳入可扑杀的驱逐范围 过去被活捉的鹿汁会终身被关在围栏中饲养 但曾有收益爆料收容条件不佳 加上能损弱成为常态 园区只会越来越拥挤 奈良线知识无奈表示 要从根本减少数量只能改变策略 委员会将定下相关细节于明年春季推行 但一边利用神鹿座观光 碰到问题又要加强驱除 是否有更好的做法也引起各界关注 传媒新闻 联韩报导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